原來因為我們有時候就是 哄完女兒睡覺以後 然後她就跟我們睡 我們才有時間 回一下檢診或看一下劇 然後那個時候就 又不能打開燈 因為她在睡覺 就在很暗的時候這樣 根本就跟 小時候我們在偷看漫畫 那時候一樣 躲在棉被裡面 現在是躲著在那邊看手機 就看起來有沒有不誇張 真的 只要一起來 要去拿那個水的時候 一起來 這樣眼睛忽然這樣會 萌糊一陣子你知道嗎 好像流不油 流不油 這種感覺完全看不到 才知道說原來在 太暗的地方看太久 真的眼睛就整個都花掉了 對啊 關於這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她晚上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說 在燈關掉的情況下 如果調到最亮 其實眼睛很刺 很痛的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光線的明暗度 跟它的發射能量一定有關係 就是我覺得我很反對 躲在棉被裡面看手機 沒有 我們都在棉被外面 對 你會覺得 沒有 你會覺得 對 你也大了 我要講的意思是想問說 因為小時候像我們這樣子 躲在裡面然後暗暗的這樣看 不是眼睛更糟 是的 所以那如果我們把手機的螢幕 我調亮也有眼睛痛 那調暗是不是又更傷眼睛 我覺得適當就好 就像我們的照明 我們不是要寫功課嗎 那家長都會問一句話 那是要多亮才好 我說那你就覺得舒服就好 那比如說 你把它調得很亮 就好像你在太陽底下看書 你看得下去 你看不下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瞳孔 如果遇到光會縮小 縮小的概念就是 那我們遇到暗的時候 其實瞳孔是 放大的時候是放鬆的 看電影這樣 你會覺得比較舒服 那你的能量如果很強 那你相當於把窗戶打開 接受更多的能量來刺激 所以這樣可能更傷你的眼睛